5月5日,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《香港再出发大联盟》宣告正式成立。 该联盟由全港1545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共同发起人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任秘书长,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等11位人士任副秘书长。 在当天举行的成立发布会上,公布了大联盟的共同宣言。 宣言中指,目前香港在新冠疫情和历史多月的修理风波双重打击下, 面临几十年来最严峻的局面,呼吁社会坚守一国两制, 积极重振经济,重徽法治,团结一致,推动香港再出发。 董建华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,目前香港面临三大危机, 第一是疫情危机,第二是经济危机,第三是政治危机。 持续大半年的修理风波将香港社会弄得支离破碎,推向悬崖边缘。 董建华称,目前香港再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街头, 呼吁香港市民放下分歧,团结一致,突破困局再出发。 今天香港再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街头, 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上一上, 是选择继续对抗内耗沉沦, 并且攜手同心共途时间, 突破困局,成立大联盟, 是为了香港去找路向,办实事, 无论各位来自什么阶层, 拥抱了什么信念,支持什么政见, 我呼吁,大家务必理性务实, 求同存矣,放下分歧, 团结一致,发展经济, 改善民生,推动香港, 重回正规,再度满发光滑。 梁振一在发言中指出, 香港目前已陷入困局, 要医治目前香港的病争, 需要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, 让香港尽快恢复繁荣稳定。 大家都问,怎么算? 我知道我们没有若到病除的办法, 但是正如我们经常说, 病向前中医, 有病就要医, 香港要恢复稳定繁荣, 就需要在一国两制之下, 用好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, 在暴力事件减少, 肺炎疫情暂缓的今日, 我认为是部署香港再出发, 推动香港再出发的好时机。 梁振一称, 香港在出发大联盟的发起人, 借以个人身份参与, 他们来自不同行业, 包括不少青年朋友, 和在基层参加防疫抗疫工作的行业代表。 未来大联盟的工作将聚焦于经济振兴, 保就业, 增收入, 为毕业生寻求合适的就业, 实习和培训机会等。 梁振英同时强调, 大联盟不是为立法会选举服务, 资金为民间筹集, 但会配合政府做事, 即社会各界, 集思广义, 团结一致往前。 香港在出发大联盟成立后的首个大型活动, 是千万口罩新爱新。 大联盟准备了一千万个口罩, 将于5月9日、 10日在全港18区向市民派发。 大联盟准备了一千万个口罩。